吃饭的事以后再说 执军 记住 只要你给我打电话 我不管多忙 都会出来陪你 好 我 都来 这两个孩子真挺可爱的 走了 我送你 不用 必须的 好吧 你留步吧 送你到门口 你这么日理万机 别耽误你的事 送你才是大事 别送了 我送 慢点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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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送你 我请你们出去 滚 使食物者为俊俭 这你懂啊 不跟你废话了 黄大哥 我们告辞了 我不是你大哥 我不想见过你 话不能这么说 也许你需要使人 会特别想见我们 岳父大人 再见 来 进来 满面春风容光焕发呀 什么事啊 打官枪了吧 非得有事才来找你啊 咱们兄弟看看你不行 你现在是孙大老板了 应该是董事长了吧 身价怎么说有十几个亿了吧 我跟你查就是越来越大 我脱了鞋光脚丫头 我都追不上你了 我哪有十几个亿的身价呀 我那生意啊 就挣点稀饭钱 养家糊口而已 别跟我哭成啊 我又不跟你借钱 现在有钱的都跟你这样 遮遮掩掩的 现在谁不藏这掖掌 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来 执京 我有正经事跟你说 您还有正经事 那么回事 你老丈人 昨天打电话 老丈人 老了很长时间 肯定是又骂我了 你呢 也该多花点时间 精力在家里 别把这儿当你的家了 来 拿去 上面有三十万 想办法给你老婆换事 拿着 干吗 让你拿着 你 你这是怕我行贿是吧 你怕我行贿你是不是 我们什么关系啊 要不写个借条 哥儿 周局呢 让组织上解决小王费 我毕竟是组织的人 我得听组织的话 你这当官当的 难道时间都不要了 关系也不要了 你这是六亲不认啊是吧 咱俩什么关系啊 同学加哥们 加债 这请了我信了吗 真的 你这样就正 如果我需要了 你不给我拿 我都开口给你借 好吗 我信了 行 行吧 我呢 我给你留着 好吧 早晚有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 找我 我给你存着 这事 先不提了 需要的时候 我跟你不回客气 行 喝茶 尝尝我这茶 跟你那茶肯定比不了 你看 就凑我喝吧 我看你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呢 没事 真的 有事就跟我说 能帮忙的我一定尽力 好吧 就这么着吧 我都是生意上的事 跟你说没用 你呢 还是好好地照顾好小鹿 走了 你知道吗 刚才谁在找我啊 行志军吗 你怎么知道啊 早知道了 一看你那美滋滋的脸色 就知道了 去你的吧 而且我还知道 到目前为止 你还爱着她 是我欠了她的情债 害她这样 不说了 她来找你干什么 是不是旧情复燃了 你可别胡说啊 她是来还我钱的 还你钱 我知道郭荣住院了 需要困肾 要用钱 我就给她送了点钱过去 可谁知道志军一点都不领情 把我的钱缘封不动给我送回来了 我也一样 你说 她是不是对我们这种 搞企业做老板的人 有偏见啊 或者是 有顾虑 连对咱俩都这样 阿姨 她那个工作 有严格的纪律 你别误会她 你说这人 连请她吃顿饭她都不愿意 还是你好 直到请我吃饭 你别误会 我可没旧情复发啊 你那是不敢 我明白得很 那个时候 你 志军 曹明 都喜欢我 曹明这个人比较高傲 总等着我先开口 你是胆小不敢开口 只有志军 敢跟我表白 一直护着我 爱着我 算了 不说了 总之 是我负了她 害了她 说说吧 你找我什么事 这样 咱们先吃饭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和走访 我们对一号大案呢 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和取证 案情也逐步了多清晰 晓胡跟刘刚 您俩把这几个嫌疑人的情况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答应跟老董呢 把你们的调查结果 给大家说一下 晓胡 你先给我打 好 黄一光 金生投资公司经理 一号大案的第一个嫌疑人 据调查 他从事民间借贷活动 已长达七年 数额高达两亿以上 参与的人员多达七百多人 导致储户 债权者和破产者 已有一百三十多人 因他导致大量的民怒上访和闹事 他在我们释放他之后 立即随团 前往香港旅游 并在香港铜锣湾某酒店 被人神秘杀害 他的死亡 证明他背后的非法集资团伙 不但掌控他的生死 而且企图切断我们警方 对于他的途中 不得了 于玲玲 这个漂亮的女人 经过我们调查 曾是黄衣瓜的上限 调查显示 于玲玲与黄衣瓜的死 有直接的关系 陈双逸 陈航长 于玲玲利用情色手段 很轻易地从陈双逸手中 获得了三千万贷款 并且把全部资金 汇入了几个神秘账户 根据我们调查 陈双逸此前 曾给几个 跟他有情人关系的女性 做过代表 资金超过了一个亿 其中九千两百万 至今下落不明 前方 这个前方 多次指示于玲玲行动 而且她对于黄 可取资金的流向十分清楚 这个前方 是本市阳光集团的老左董事长 著名企业家 刘兰英的亲侄女 也基本上是她的管家 她怎么跟于玲玲玲的关系 那么密切呢 她和一号大案有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进入的调查中 但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所以我们还不能乱想 干得不错啊 瓜叔的人和事都很重要 没有白干 当然 当然 你们每个人干得都不错 都有很大的说法 我谢谢大家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的 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案子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 还有多少情况没有掌握的 第二 这个案子呢 需要严格的保密 我就想看看大家 是不是忠诚 如果谁走了风声 谁没有守住秘密 我相信 一定会查出来了 你们能守住这个秘密吗 能 敢不敢发誓 人体秘密 高度于一切 警察荣誉 誓死捍卫 我为你们自豪 为你们骄傲 为你们鼓掌 好 好 来来来 请 绿的吧 是 那很值钱喽 很值钱 鱼真漂亮 还好 厂区挺大的嘛 我这儿不算大 来 来 请 坐吧 阿盈 喝点什么茶 不喝了 咱们快谈吧 好嘞 快谈吧 我一会儿还有事 阿盈 是这样 我的公司呢 最近接了一个大订单 要进口不少国外材料 我那个 这个 资金周转不灵 对 需要多少 大概 五百万 这么多 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 曹明这家伙 硬拖着我搞商业一条街 你知道 这得多少钱呢 他要量成绩 想去掉代事长的代子 我可苦喽 我知道这事 如果你为难的话 我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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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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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ents 来 来 来 刑队来了 刑队来了 香蕉给你买了啊 谢谢老婆 主儿 你放开 来 我来 主儿 刑队 今天贵荣节胃口很好 你来吧 是吗 太好了 爸 这是你做的 我做的 我也给小时候买的爱吃的了 毛的什么呀 硝浆糊的小菜 看来 怎么样 把他带来了 真没想到你把这菜也带来 排队的人特别多 我现在看新挂个牌子 我看有一道新推出的菜品 叫降龙十八掌 我等了半天 好容易排到了 我一看 这不还是原来的降风招吗 那明是起的 好吃吗 你看看这个 太香了 财重 谢谢老公 比你做得好吃 小叔 我现在来接班了 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还差两个小时 我们局里商定好了 不管今天谁照顾郭勇姐 都要做到晚上八点下 以后才能回去 如果有需要 还要继续下去 你们这是干吗呀 你们这 你们这让我欠多大的人情啊 周局说了 您为破案付出的更多 还不清你的债 这瞎说的吗 还我什么债 咱们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 对吧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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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那个 周杰 你出来 我跟你说点工作上的事 这儿 星队 我来吧 你忙 爸 周局啊 今天医生查房的时候说 如果再找不到肾源 小容的病就很危险了 我现在也着急 周局呢 跟咱们公安医院 也打过招呼了 另外也让咱们省医院 帮他寻找肾源 但是 能不能再催催他们 让他们快一点 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啊 这个肾呢 必须得跟小容的肾 就是各项指标 它得相互匹配才行 如果要这个肾 要是跟小容 要是合不来的话呢 会产生排异反应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说这个 他不是说随便拿个肾 就能用的 我给我接个电话 喂 好啊 你们都到了是吧 行 那我马上回去 嗯 好 爸 他们等我回去 汇报工作 我 不是爸 你 你听我说呀我 他是什么 不是儿子吗 不是儿子的 是哎哥 是 啊 然后 uses 你就还了吧 走 靠谱 你们先审讯一下 晚上九点钟你到我这儿来 我们再商量一下 好吗 好 好好 弟兄们辛苦了 把你请来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你要老实交代 我朋友那天输了很多钱 有人替他还了赌债 还给了他一大笔钱 让他去干这件事情 你呢 朋友只让我给他做个帮手 那一针是谁打的 是我朋友 我只是帮他押住了那个女人 这次你的所作所为 知道多严重 你参与了犯罪懂吗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小荣换圣的圣园找着了 小荣换圣的圣园找着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小荣换圣的圣园找着了 好 别麻烦了 小荣换 接下来的消息 preciso 就不那么高兴了 你说 黄一瓜突然蒸发 她老婆又突然失忆 这种消息不静而走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什么好闹的呀 当初是他们嚷嚷要求放人的 闹什么闹啊 不过这次 债主不好意思再到我们这儿来闹 他们去了市里 市里又让我们来解决 你说这 当初也是曹市长要求放人的 此一时彼一时 这你我都明白 担责任的不都是我们吗 这什么事啊这是 理由呢 谁都可以讲出万千条 但最终只有一条 保护好群众的利益 对吧 明来 周医 你放心啊 我跟你理解军令状 我一定把这案子破了 军令状可能必要立 不过哥们儿 你能先替我解决 你能先替我解解忧吗 什么忧啊 说 明天请你替我出面 去接待一下这些债主代表 跟他们解释一下 说不定你跟他们接触 还会了解一些新的情况 你让我去啊 对啊 我知道这事让你确实有点滑稽 对吧 因为当初你是反对放人的 我就知道没好事啊 我做梦也该梦到了 我做梦也梦到了 我做梦也梦到了 这事由你出面 我放心 你别给我带高梦啊 一到让我扛事的时候 给我带高梦 你我不是都在扛事吗 好了 咱们先别谈这个 案情进展得怎么样 我们把余灵的住处呢 我们调查了一下 余灵这个人不简单 不仅接送黄一瓜出境 黄一瓜跟老婆出事之前 到余灵那儿去过 而且是晚上 那么也就是说 黄一瓜老婆出事 很可能跟这个女的有关系 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 余灵的背景很复杂 这事儿 绝对有大鱼在后面 可以说是黑社会行事的 你想啊 单凭她一个女的 能办得到这些事儿 全都是心狠手拉的 余灵不过是 浮在上面的一个点 还叫一个跑腿的 你打算让这个跑腿的 继续跑下去 刚才呢 我们正商量这事儿 我认为啊 暂时先不惊动 不惊动 靠谱 我们打算呢 先从外围入手 这个人 从监控录像显示 经常到余灵那儿去 每次都是神功万一在里 陛下 他能有什么事儿 能有什么事儿 这人我认识 城南发展银行的行长 以前呢 有一个经家 我跟他大伙交口 叫陈双 陈双毅不是副行长啊 正的了 现在提一把了 他的正快啊 他跟余灵的具体关系 效果一件就差了 不过呢 你是说 让局里局协助一下 对 毕竟人是个行长 也有点社会地位 我们直接出面 不太好办 明白 这事儿 我去办 银行查货进去 这国家损失可就大了 这帮猪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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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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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队 刚才陈航长刚刚去了榆林营段 不过他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继续监控 祝我隐病 继续监控 祝我隐病 在屋里待了不到十分钟 刚走 这就麻烦了 现在有两种可能 第一呢 于玲令部不在家 陈行长不知道 第二呢 于玲令有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或者不接近 让陈行长去取什么东西 我们回去了 机场和交通要到都布空了吗 所有出入市区的路口都已经布空了 老理安排 好 另外周军 能不能请有关部门 注意一下于玲令的手提电话 靠谱 你现在咋来用着这个词啊 时尚 我不是治君 我是周峰 对 对 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明天就要手术了 你怕了 我倒也不怕 你怕了 我怕再也见不着你了 瞎说呢 放心吧 这种手术不算什么的 志军 嗯 你知道吗 其实嫁给你这么多年 我一直挺满足的 而且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就是心里有一个遗憾 有什么遗憾呢 没能跟你生个孩子 没啊 不遗憾 不算什么的 我们要说有个孩子该多好呀 别这样 你现在啊 养足精神 尽力充沛地面对明天的手术 好吧 等做完手术恢复好了 我们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放心 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 志军 志军 别瞎想了 给我 听话 你再得让我生气了啊 听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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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光 你怎么好 你 你没睡啊 我 我睡了 我刚醒 你看这被子都掉了 我 我 你 别梦到什么了 那你都没被子盖了 你怎么了 天凉了 我刚才做一个梦了 弄点什么了 还有 我这案子的事 看来你这案子不同一般了 你真是太累了 你再回家睡一会儿吧 在这里睡不好 那我 快点 先散我们家小董洗漱 然后给你安排早点 好 警方也真有办法弄到了解药 今天那个女人开口说话了 她说了什么 不知道啊 警方控制得非常严密 医院里一个人也不让进 不过那个女人没说一会儿 又犯病了 我明白了 情况紧急 要抓紧时间办的 啊 谢谢 抽血金十五块 算是个通信费吧 明天就打到你的卡上 有什么情况 要再线给我通过气啊 好 嗯 来 撕了好软 来 撕了好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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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喂 张队 你赶紧派人手过来 我发现可疑人物 我是东都市 先前接到人 名叫夏莲 你 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啊 一共有八十三万 希望你们给我追回来 我叫汪欣妹 我自己进了五十五万 我女儿也进了三十万 谢谢 好